好另外呢范底冈教廷将在5月1号为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来举行丰盛大典 预计会有多达200万名的教徒涌入 而为了方便教徒瞻仰让动线顺畅 教廷在昨天可是大阵仗 将400多年前过世的教宗棺木移出原来的墓穴将两位教宗互换为子 圣国多禄大教堂的教廷生殖人员在庄严苏木的圣戈声中 移动这位17世纪教宗的棺木 大动作搬动前任教宗的棺木 是要空出他的墓穴 也就是圣伯多禄大教堂门边的地方 未来这个位置要让给若望保禄二世 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20世纪任其最久的教宗 最新的报道指出他在位期间遇刺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所下令 而他也被认为是苏人解体的幕后推手 他过世以后和其他教宗一样 安葬在圣伯多禄大教堂 也就是这个地下室的位置 梵蒂冈教廷在5月1号将为他举行所谓的宣服礼 侧封他为征服 距离圣人的位阶只差一步 预估会有多达200万的教徒涌入 为了方便教徒瞻仰 让动线顺畅 只好惊动两位教宗 同时请他们换个位置 而在最近也将举行典礼 正式将若望保禄二世 重新安葬到新的墓穴 中央新闻黄文元一报道